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弟弟啊,今天继续和小奶猫一起玩边境,他拿出最爱的貂蝉后上来就说话了,这局如果赢了,任凭拆遣啥都行,我一听,啥玩意儿,这是你说的啊,哎呀这盘怎么也得赢啊,必须拉回家好好给他安排一下,存了一个月的衣服终于有人帮我洗了,这家伙给我乐的,都快忘了工本出啥装备了 我们二人在主城发育的非常好,战斗力都直冲4500以上,buff也基本打满了,再来个神器一袋,鞋子一脉,五线战力冒头妥妥的,小奶猫也是很乖啊,听我的把战力打得相当稳,现在我们可以肆无一旦的在台城找人杀了 一个喷子哥,大招就省了吧,这一看就是前期没好好发育,还有你推着中箭就推过来了,两人加起来的战力还没我们一个人高 这绝对是膨胀了,地上的装备看都不看一眼 哎呦,好像来个扛揍的,让我们俩见识一下你的坦度嘞 算了,你还没这个下五字旗的耐揍呢,人家好歹有无敌呀 走小猫下面有人打架,我们过去看看去啊,你在我身后就行,我保护你 看看咱这结实的肩膀头,还有肚子上这一大块腹肌啊 心动你就说话 哎,对,上来赶紧叔叔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不能让这条鱼跑了 虽然她不咋地,不过到决赛圈我就头登这玩意儿啊 干得漂亮,果然是我看上的女人啊,深得老夫真传呐 在台城也没啥人了啊,咱俩就往下溜达去 果然啊,只要有房子的地方就有战斗的发生 来小猫,跟紧老夫的脚步开始追击,必须打出气势啊 那要论气势啊,还是这两个男子汉比较happy啊 近身肉搏相互了解的非常透彻 哎呀,我去这大鸟哥有毒吧,这么低战力怎么打这么疼 谁呀,哦,刚才其中一位男子汉的队友 哎,这个普攻 来宝贝救我一下,他们也在救人啊 你救完我了,先上去打,我马上就到 行啊,我堂堂一名霸道琪无敌的战神居然被一发普攻击倒 还是个法师的普攻,我颜面何存呢 关键旁边还有个妹子啊,这会儿也不知道再乐个啥 有那么搞笑吗,我不要面子的吗 哎,对,小奶猫你的任务完成了 看哥哥给你秀一手,一打三而已 配合着圈圈一吸,保证每一刀都能砍三个 空血算个啥,来呀 哈哈哈哈,我就问帅不帅 啊,回答我 这麦里又没动静了 估计是在震惊当中啊 不过没事,这种场面我见多了 看来我已经成功捕获小奶猫的芳心了 此时小猫悄悄的告诉我 他附近有人 是谁这么大胆子居然敢当我面儿撸猫 称何体统 圈圈和大招同时开启 我落地直接秒两一个凯 大鸟哥被打跑剩下一个小铺鸽鹅子 你还能阻止我咋的啊 我今天就杀他了 来,坐我来 一个小铺鸽鹅子,看这会儿给你能的 你小子不加学,跑过来送死 那老夫成全你一手 铺鸽鹅子跑了,独圈逼近 咱们也不追了 走,就剩俩人了 这盘稳了啊 想不想知道我等一下怎么安排你啊 哎呀,人呢 Oh my god 你是要吓死我呀 一个E技能打我这么多血 这没理由啊 就这么点战斗力 关键我也不脆呀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看到脚下的黄镖没 最后这位小天使就在眼前 再怎么打你还是个辅助 就算你是输出 那我们俩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嗯,让你跑一手 关键小猫想洗衣服的心 谁也拦不住啊 最后成功吃鸡 小奶猫要被我安排了 哈哈哈哈 两个选择啊 大家说让他洗衣服 还是打扫卫生比较好呢 俺俩走了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